结束完和澳大利亚的比赛以后 国足出现的概率再次降低 甚至被韩国队嘲笑 毫无疑问 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主教练李铁 不过李铁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长达32分钟的新闻发布会更是成为 撩他的吐槽大会 由于言语过分极端 并且没有认清客观事实 所以足协内部删除了有关李铁发言的内容 更有很多内部人员建议远离他 避免因火上升 说到李铁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现任足协主席陈虚元 很多球迷认为李铁之所以可以成为主教练 离不开陈虚元的大力扶持 更有著名媒体人暴露李铁赢得主教练选拔的内幕 据说是因为李铁的竞选演说 风格激进勇敢 被领导赏识 觉得勇气可嘉 士气可用 而另外两位候选人的腔调都比较灰色低沉 听着不爽 还不仅于此 随后陈虚元就给了李铁一分大理 破天荒地少了一份五年超级大合同 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等于把李铁的帅位保护到了2026年 还有强迷诉说 陈虚元更是帮助李铁要回备拖欠的的工资 多种情况证明二者关系非同一般 但就在近期 一名媒体人暴露 李铁和陈虚元的关系并没有大家认为的那么好 而是他能够做主教练也不是陈虚元点名的 国足12强赛我为什么没有批评过陈虚元呢 因为我坚信李铁不是他定的 或者说使用本土教练不是他定的 他充其量在本土教练中选择了李铁 当时足协联系过斯科拉里 斯科拉里也有意向 看来李铁真不是一般的人 可能背后有高人 怪不得如此傲娇 每次即便都是他的原因输求 但是拒不承认 而是还有说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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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